一進場就一在場的100多位228受難者與家屬握手致意 每年228紀念日新北市長朱立倫總是不缺席 228事件到今年已經屆滿69周年 新北市政府去年也協助家屬成立新北市228總會 不只還原真相 希望協助受難者家屬獲得賠償 更希望透過柔性關懷走出悲情 我們不是只有民政局所舉辦 包括文化局教育局 透過各項的方式 讓新生態更了解和平的重要 今年紀念活動除了慎重的追思 還舉辦了紀念音樂會 還有紀念展覽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記住歷史 遺忘仇恨 讓族群更和諧 記者 新北市報導